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 我是关豪 我是丽萍 每个星期一三 晚上九点半 我们夫妻准时陪你 纯聊天 嗨 嗨 你看起来有点累 我现在讲话 有点不舒服 怎么了 我嘴破 嘴破真的是 非常不容易说话 而且是 没办法 不是我 没有补充B群什么的 是我自己咬到 嘴巴 运气很差耶 你知道我是属于后唇型的 很容易咬到 比别人多一点 是这样子啊 后唇比较容易咬到自己哦 因为它比较 比较贴紧 有多 对它比较贴紧牙齿啊 那我 那如果我讲了一些笑话 你会不会觉得很恨我 就是哈哈哈哈的时候很痛 还好我会自己控制 不要太夸张 好可怜哦 真的 很敬业吧 对啊 这样还要录 我想说要请假一阵之类的 嗯 我跟你讲 我人生最严重的嘴破是怎样 嗯 就是 那个洞啊 你看我的小指 我的小指的那个指甲 嗯 大概 这个面积是多大 大概是0.5公分见方 就这么大 啊 而且很深哦 而且很深哦 是在嘴唇吗 嗯 对 就是翻出来马上就看到了 你现在看搞不好还有一点点的的那个小小的凹动 好可怕 就是我刚出社会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我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啊 嗯 然后那个时候出版社有一个规定就是只要你全情的话就一千块吧 还是两千块 我忘记了 嗯 反正就是你知道小小年纪就是为了那个全情奖金就觉得我要把握住 死都不肯请假 然后那个时候我真的发高烧到四十度咯 然后我还是去上班 那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防疫的什么问题啦 就是呃 因为自己看了医生 然后就是带着药就去上班了嘛 然后那一天我真的记得很清楚就是 我吃了药退烧 退烧之后又发烧 又退烧又发烧 一整天就是这样子 可是我还是撑着从桃园去台北上班 诶可是你这样子的话 呃 你有戴口罩吗 嗯 我也忘了 应该没有吧 可是你这样会传染耶 对 反正我就是不知道在坚持什么 就是坚持那一千块或两千块 我觉得还是取消这个制度比较好 真的很傻 真的 对 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大可不必嘛 可是因为那时候年纪很轻 薪水也很少 然后又觉得说 那个是我应得的 所以我宁可就是再撑一下 要去得到那个全情奖金这样子 嗯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真的是破到 一个嘴破就是破到你 我刚刚讲的那一个面积 嗯 那是我人生最大的破洞 然后呢 你做了什么事 没有啊 就慢慢的好起来了 你不是说你有把它翻给你的主管看 哦不是 那是另外一件事了 后来我在别的公司啊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 就是蠢爆了这样子 我在我们家的浴室前面滑倒 嗯 对 然后就是用一种 滑稽的方式 骨鸡的方式 就是 我来加一个音效 滑倒之后我的人就是 面部朝下 直挺挺的滑倒 然后我就 咬到嘴唇这样子 嗯 对很痛很痛很痛 我真是痛到一个不能 也没办法就是 立刻站起来 嗯 然后我就嘴唇就是 被我的牙齿就是硬生生的咬破 一个很大的洞这样子 啊 对啊 你不觉得我很可怜吗 比你这种不小心咬到的 还要就是严重几百倍 哦 因为你是跌倒的 对 可是我现在就是想起这件事 我觉得我很 我对我的主管很抱歉 因为我就真的是 受伤了嘛 这样子 然后隔两天就去上班啊 然后主管就跟我说 你还好吧这样子 然后我就很 很 白目的 很缺德的 发给他看 你看我好可怜 他有说 我有说我想看吗 对啊 我觉得 我现在想起来 我怎么可以这样 所以我主管听到这段话 我先给你道歉 他又不是医生 对啊 真的 反正我就是 人生就是两次这样子的经验 所以我深深的同情你 嗯 嗯 好 所以今天节目赶快 就到此结束 不要讨论 今天就我的单口秀这样子 就跟你讲我 我怎样怎样 给你练习一下 没有啦 嗯 好 这两天我们看了一部电影 可是我们是分头去看的 对 就是 游牧人生 对 这部片 因为实在太火红了 他得了太多奖了 真的 就是讲说 身为就是 虽然说我真的这次 奥斯卡的奖 只有看过这一部跟 目前啦 就这一部跟灵魂击转弯 对 之后你还在看别的不是吗 对 我之后想要看的是父亲 嗯 然后听说有个叫做我的章鱼老师 哦 我想看 那一部纪录片 他会上吗 我有朋友有看过耶 哦 所以院线会上 对啊 对啊 那我要去看 可能要大监一点的吧 哦 好好好 反正其实我觉得奥斯卡 有入围得奖的都很值得看吧 是 是 对啊 嗯 对 只是说不一定要进西院看啦 嗯 因为我们家没有那个Netflix嘛 所以就之后 如果他有再上院线的话 我想去看那个章鱼那一部 嗯 因为我 我的身边的朋友 看了那部片啊 都说 实在是太感人了 对 你说比剧情片还要更煽情 哦 对 而且再加上就是 因为我很喜欢海洋生物 对 再加上生态纪录片 对 就非常非常珍贵的 我相信那一定是花了很多的功夫 对对 所以我很好奇 是 对 那回到游牧人生啊 他得了什么奖 他得了 这次得了三作 嗯 就是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跟最佳女主角 呵呵 对 都很 女主角 我觉得都实至名归啦 是 真的 对 虽然我还是得说 我先就是跟听众朋友说 如果你怕被爆雷的话 你就先不要听这一集 对 不过这部片的剧情 真的不是说那种 很怕被爆雷型的那种 他不是那种有意外结局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 有点类似纪录片 对 对 可是我觉得他非常的心灵 就是 他是需要 像我最近跟朋友有讨论过啊 某些电影或者是舞台剧作品 嗯 其实很需要的是 一个人去看 嗯 而不是一群人去看 对 如果是一群人去看的话 也是有一种 作品就是 你看完之后 你出来 你不想跟任何人讨论 嗯 你就是想要把他 静静的放在心里面 沉淀 对 对 然后可能到了几天之后 才想说出来 我觉得这部 游牧人生 就属于这样的电影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 很自我对话 很自己心灵上面 跟灵魂在交流的一部电影 是 而且他其实是 其实我觉得他有一点点 小小的争议的空间 就是有很多可以调论的空间 可是其实你觉得 你不想要给他下一个最后的定夺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因人而异 然后他有很多 很美丽很哀愁 但是又很感动的 瞬间 对 是你想要轻轻的收藏在心里面 没错 对啊 之前啊我们有一集 就是在聊我们的电影院的 喜欢之旅嘛 嗯 那那时候我就有提过说 那时候 呃 我看了那个La La Land 我是一个人去看的 可是我旁边坐了两个男生 他们就不停的对话嘛 对 这部片真的不能这样 绝对不行 这个要很安静 我觉得最好是 如果没有看过 想要看的话 我觉得奉劝是大家 可以找一个 呃 午夜场 呃 真的没有什么人 对 然后你就一个人去 好好静静的去享受 对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养足精神再去 因为我真的有睡着一下子 哦 对对对 因为他真的很安静 然后我在一个地方 我真的快要不行了 嗯 我大概睡了三分钟吧 哦 对 对啊 是真的 因为他真的剧情很淡 嗯 然后对话也是 就是 比较失忆 比较需要想 就是 进到内心的 对 就是不是那么的 巨力万军型的作品 哇 你用巨力万军 让我想到哥吉拉 大战金刚 哎 坦白说 我最近真的不会想要看这样的电影 为什么 我觉得我现在 越老啊 越喜欢的是 会让你思考 然后静静的思考 而不是爽片型的 像 这部片 一开始的时候 有那个 呃 完命关头酒的预告 嗯哼 然后我看了之后 完全不想看 就会觉得 你都在骗人啊 那可能这样子车翻那么多圈 人还可以就是说 哦 这一招真高招啊 不可能嘛 对啊 我比较喜欢比较真实的 像我之后我要去看父亲 这也是一部很写实很真实 对 对啊 在讲那个失智症 对没有错 嗯好 那游牧人生 嗯 主要是在谈什么 呃 他就在讲说 就是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 美国出现了一批就是 游牧人 好 呃 怎么说呢 就是他们可能一夕之间就没有存款了 嗯 然后就是 背不起房贷了 对也背不起房贷 所以只好去流浪 嗯 就是 就是哪里有零工就去哪里 他们买了一部 呃 露营车 嗯 就是 有点像是逐水草而去 但是他们是逐工作而去 对 对 到处去打零工 比方说什么工作 呃 他们最 可能CP值最高的应该就是Amazon的 嗯 就是仓储 的那种作业人员 对对对 因为他们是每年 他们其实是季节新的 就是每年圣诞节前夕 会很需要很大量的那种仓储人员 对对对 但其实这个工作其实蛮辛苦的 因为他们就是 算是劳力活吧 嗯 然后就是 搬上搬下的啊 其实很 体力是要非常非常好的 对我刚刚讲仓储诶 仓储人员 哦对 不过呢 就是通常这样子的游牧人啊 通常是 呃 比较高龄的 对 对 在这部片中大部分都是 引发族 至少四五十岁以上 对 嗯 对啊我觉得很可怕 就是你能想象就是 他们这些人 以前都是有正常工作的 对 也是呃 很努力的人 嗯 对不是说是 就是非常混啊 或什么 他们真的就是 也是 循着这个市场经济 还有就是 循着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在走的人 嗯 可是呢 他们最后却是选择了 做一件好像 像在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中 看似很边缘的事情 嗯 对 就是打零工啊 这样子 对对对 对就是居无定所 对 没有固定的工作 嗯 然后更不要说有很多存款或是股票 因为搞不好的 因为搞不好都蒸发了 对 不过他们还是 很取之有道的 就是赚钱 然后基本上面的 就是所有的 有的东西 我们有的东西 比如说手机啊 嗯 或者是 网路啊 网路或者是很多 其实家用的设备 其实都都是有的 对 只是没有房子而已 对 所以在电影里面就有提到说 其实我并不是没有家 我不是homeless 我是houseless 对 我是没有房子可住而已 对对对 对 那其实我觉得 这个想法 其实很颠覆我们 华人的话 就是会有那种 土地私有 有土私有财 对有土私有财 对 这个想法 或者是有房 才叫做固定安家 这样子 对对对 嗯 所以你自己能够接受吗 你说就是用这种方式 主公做了局哦 对 我觉得真的是 蛮不容易的 嗯 就是这个电影 我在看到 大概前30分钟 我都觉得 哇太浪漫了 美国的壮阔的风景 嗯 这么自由的情怀 就是你可以 想住哪就住哪 对 可是只有半小时前 我才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我很快就发现 其实现实层面有非常多挑战 对 比方说你生病了怎么办 你在荒烟漫草的地方生病了 嗯 爆胎了 你要自己换 如果你没有遇到其他的旅客的话 嗯 你可能就是要在那边 就是鸟不生蛋的地方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对 就是我觉得很可怕的地方 对 我觉得美国真的很大 大到一种 很难想象 是 对 它那个美国公路电影 最常拍的就是那种很笔直的公路嘛 对 然后就是旁边都是非常壮阔的 一望无际 对 但是看起来是很美 可是如果你想象你在上面抛毛 对 那真的非常非常的 真的 非常的麻烦 你要抠别人去救你 就是一些很不容易的事 搞不好两天之后才会有人耶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在这个时候我觉得 哇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定很不容易的时候 我就觉得 其实 这些游牧人 他们也是很需要同伴的 嗯 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就是 女主角就是有 跟很多不同的游牧人 有过交集跟连结嘛 嗯 然后 我事后 因为我其实完全没有看任何的预告 或者是什么讨论 就直接去看这部片 完全带着未知的心情去 嗯 看完之后我才稍微查了一下 这部片的背景 嗯 我非常意外就是 除了女主角跟另外一个主要角色 Devie以外 对 其实其他的人 在电影面出现的人 大部分都是真实的游牧人 对 我真的很吓到耶 用本名在演 对 然后他们就是很真诚的在分享自己 为什么变这样 那为什么他 就是甘于如此 然后没有说一定要找个地方住不可 然后我 再回头去想他们分享的故事 我整个就是 嗯 非常的震撼 对 其实 我觉得每 每一个游牧人 他们的故事都让人 就是非常的 有很多的震惊 嗯 有点不舍 但是又有点羡慕 就是很复杂的心情 对 像我最记得有个叫做史旺琪的啊 对 他在电影里面他就是生病 他已经被判只 可能只剩下几个月可以活了 嗯 对 但是他就 就是分享了一段就是说 他到哪里啊 看到燕子就是裙飞 非常非常美丽的画面 嗯 然后他分享了很多画面 他就说 我觉得就是 我很庆幸 我此生足矣 对 他就说 就是有很多老人啊 在 对求之后 他生病 他可能就住到医院 然后在医院里面 冰冷的床上老死 对 他不想要这样 他非常非常不想要这样 对 对 他宁愿是用这么 就是可以在这么美丽的情景下断气 对 他就已经七十几岁了吧 可是他还是这样开着车 然后说他要一个人开到阿拉斯加去 对 就想要去看看那个他觉得 当时他看了之后真的觉得 我现在死也没有关系 的那样的情景 嗯 到最后他真的看到了 他就把他看到那个燕子裙飞的那个景象 拍到手机里面 然后传给了女主角 嗯 非常非常的动人 对 我觉得这一段是让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他会让你想到说 你到底人我们为什么要活着 嗯 不是应该是要看看这个世界吗 是 对 那有些人讲说 所有的旅途都是为了回家嘛 嗯 但是这一群人就是一边玩一边旅行 嗯 一边在家里面 对 就是他是把生活结合的壮游 就是完全的融合在一起 嗯 对 这是浪漫的一部分 对 对 这只能会让我们思考 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非要有一个很好的房子住不可能 嗯 为什么一定要有个很固定的工作不可能 如果说真的是以旅行为人生梦想的话 其实他确实是一个方式 对 可是我觉得比较让我们想要再进一步思考就是 其实他们之所以这样 并不是因为个人的选择而是被迫这样的 他不是像诱胜那样子 对 因为又生是选择 对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去冒险 对他是刻意的卖掉房子 然后带着家人嘛 对 当然他那时候这样做啊 就是有很多的讨论 跟有些人的质疑嘛 就觉得说 就是小孩子这么小 你怎么可以 就是让小孩子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上学啊 就是让他们就是很不方便 甚至 因为他其实当时会这样做 就是有一部分是为了业配 他当时代言那一个录音车 他那一款车子就是有一个比较 算是坏处吧 就是是没有卫浴设备的 对 就像是我们在这个游牧人生里面看到的一样嘛 大部分都是没有就是卫浴设备 不能洗澡 就顶多只能就是有上厕所的地方 可以下厨这样 可是不能洗澡就是代表着说 你必须要就是逐这个什么 卫浴而居 对 你如果没有卫浴的话 你就不能够就是 就是好好地清洁自己啊 嗯 所以就是确实是有不方便的地方 嗯 那但是 后来那个 佑浴他就决定他要定居嘛 现在定居好像是在彰化还是哪里 嗯 对 对 可能会让一些有孩子的爸妈 可能稍微松一口气 嗯 想说嗯 这样才是对孩子好嘛 可是因为我们在看游牧人生的时候 大部分都不是这样子的年龄层的人 就是他们是真实的一个人 而且已经是中高年龄了 对 就会觉得好像还可以 因为他们是为自己负责嘛 可是我又会进一步的想到说 如果真的是开车开一开就暴毙 他可能就是一辈子没有人帮他收尸耶 有可能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感觉 当然很可怕 但是 其实我在看之前我有先看那些电影教我们的事的频道 然后他有说一句话就是说 其实这样子的人啊 其实好像看起来是很前卫很新潮的 嗯 就是好像是21世纪才有了这样子的 的居住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 但其实这个本来就是农业社会以前人类的生活方式 因为以前人是靠采集跟狩猎嘛 嗯 对啊 他也是足水草而居的这样子的心态 嗯 就是要一直迁移啊 什么的 因为其实你在一个地方 你一定就是果子采完了 嗯 或者是那个猎场的范围都已经被人家站走了 那你就可能要找下一个地方 对 所以人类就是这样扩张的嘛 嗯 就是世界上现在每个地方都是充满了人类 其实你知道那个像不管在哪里都是有大迁徙 嗯 对 像那个海洋奇缘里面的那个故事一样 就是连在海上面都是有跳岛在扩张自己的范围 嗯 对其实这个生活方式是一种选择 嗯 嗯 虽然我们会说他是被迫的 但是其实他们就回归了所有游戏规则出现 以前 就是农业 嗯 对因为农业社会会让人就是安逸下来嘛 对 定居下来 因为他已经掌握到怎么样去长期的去规划这一片土地 嗯 对 然后我们就会觉得有一个地方住在那边定居 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嗯 对 但是其实 他们颠覆我们这些想象 嗯 对 然后呃就是 他是改编制一个报道文学 对 对啊 这个报道文学里面就有讲说就是有经济学者 就是说其实这样子的人啊 其实游牧人是一种指标性物种 嗯 对 意思就是说当有这样子的就是譬如说经济的状况不稳定的话 这群人是第一个受到有这样子的呃需要转变生活形态 所以他们却因应这个去改变自己的生活 哦 确实 对 那其实 真的是很能够自给自足耶 对 可是你想想想看 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生存家族啊 他们就是属于那种率先第一个离开东京的 对对对 对就是去找食物 去找机会 对对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群人是如果是真的有世界末日来的时候 他们算是可以活着出城的人 然后可以活着比较久的人 对 因为他们掌握了很多 先机 对对 所以他们也是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要用很 跟他们请教的眼光去看待他们 而不是觉得他们好可怜 对对对 确实是这样 对因为你有没有勇气 就是我想问听众朋友说 当你发生这样子的变故的时候 你有没有勇气去当机立端的去做出这样的选择 而何况他们是老人哦 对 因为通常老人的思维可能就是会守着原本有的东西 对对对 就是他很守旧 可是我觉得他们全部都是 我觉得他们的思想是被一个前辈启发了 那个人就是算是做这件事情 而且还成为YouTuber 对他还成立了一个互助者协会 对 让所有的游牧人可以连结在一起 有什么不方便或者是需要协助的地方的时候 他们可以请教一些前辈们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 就觉得在这个领域中就是会有一个小圈圈 是 有一个小世界 对然后他的确也让我们思考说 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我们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嘛 大家都是用手机在联系 对 可是其实那种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因为这些科技的出现反而越来越薄弱 对 就比如说我们每次都是到里面有人生日的时候才去祝对方生日快乐 其实你没有真正去惯心他 你只是就是看到很多人按赞那就按赞啊 就是这样子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 可是这一群人呢他们是他们也是受到科技的左右 比如说他们可能看到这个YouTuber 所以他被启发了 所以决定追随 对 可是他们真的有很密切的连结 有 在那些大会上他们以物易物啊 然后互相帮助 或是互相聆听故事 对 然后他们要道别的时候 他们也会拥抱啊 就做出一些 我觉得现代人越来越缺乏的 就是人跟人之间实际的互动 真的 我觉得那个交流远远深过 那个连结是远远深过 可能是同事啊朋友啊 就是彼此脸书按赞啊 追踪一下 那样子的频率跟这种是很不一样的 嗯 对 其实我自己很感动的就是他们彼此之间常会互相说的一些话 比如说他们就会说 他们不说再见 他们就说路上见嘛 对 我觉得这一句话是很动人的 对 这部片里面啊有很多次的就是女主角 她目送很多不一样的露营车离开 对 然后她离开的时候会就是这样看着她一阵子才 才回到她原本的车上嘛 然后总是让我觉得说好像真的是 但是在人生的道路上面真的是目送很多人离去的感觉 也许真的是不会再见了 可是也许还是会有可能再相见 嗯 对 那其实呃我觉得这部电影有让我们去思考一件事情啊 就是其实我们人其实不需要太多东西 对 其实我觉得人的感情是最重要的 嗯 那这个女主角她看起来是好像 抛开一切 然后就是物欲很低啊 或者是呃很 很放飞自己 放飞灵魂 嗯 完全好像 好像是一个很不守旧的人啦 嗯 但其实不会 嗯 因为她身上留的东西其实虽然很少 可是那些东西都是很珍贵的 对 而且是很超乎我们想象的执着 譬如说她的爸爸有留给她一些盘子 对 就很漂亮的有很漂亮的印花 印花的餐具 对餐具 她就很珍藏了 但是后来她在呃有一次有一个叫大卫的一个男生 嗯 这个大卫她为了想要帮女主角的忙 却不小心把这个盘子弄破掉 对对对 就是那女主角非常的生气 对 其实她在这电影中唯一一次大发脾气 对 对 你可以知道那个深刻的连结 她跟她的爸爸的连结是多么的深 对她用三秒就要把她连回去 对 那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 哇 就是如果我们心中有这么珍视的东西 让我们 我们不能够让她这样子过去 而是要把她修复 其实反而是我们很难想象出 这样的人会去过这样的生活 我们在电影走到这里的时候 你才发现之后 她其实心里面是很守旧的 是 非常的怀旧 而且她常常看着她的老公的相片啊 还有她的家人以前小时候的相片 嗯 就是在笑啊 她听的音乐 你就会觉得那感觉是 你完全能够知道她的生命是很有厚度的 对 对 然后她最后她回到她的故乡 就是她跟她老公一起生活的一个 呃 没有经营了 所以那个就费政了 对 就是因为那一个呃工厂 就是不能再经营下去 所以她的工厂就必须关闭 对 那原本就在那边工作的人也全部都被迫离开 对 然后她就回到那个像废墟一样的家 对对对 可是你会感觉到她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她心里面是很激动的 是 因为那就是她的青春回忆嘛 对 对就是她 她在这边生活过的痕迹 对对对 真的 对啊 这边让我想到就是呃 她跟她的先生啊 就是因为她先生过世了 嗯 然后她迟迟都无法离开那个帝国阵 对 对 然后是直到那一个帝国阵 她真的是必须费政了 然后甚至什么断水断电啊 然后有地区号被删除了 嗯 她才被迫离开嘛 嗯 这让我想到就是刚好当天早上 我就是看了那个有一堂线上课程 嗯 是孙中兴开的 嗯 孙中兴就是之前呃 有在台大有开爱情社会学 对 然后当时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我读世心啊 然后她刚好有受药到世心 也去开了这一堂课 嗯 整个是应该是一个小时爆满吧 就是直接选修爆满 然后我很幸运的选进去这样子 对 那当时她就是主要就在讲说 就是其实很多大学生是不知道怎么谈恋爱的 嗯 就是甚至是不知道怎么分手 这样子 就是当时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课 就很吸引大家 嗯 对然后呃 当然我后来就毕业 然后我就没有再去再去想这件事情 可是最近就是孙老师 他在线上的平台有开了一个课程 叫做 孙中兴的悔三观爱情学 嗯 他讲说悔三观的爱情学在讲说信旺爱的三个字 信旺爱并不是我们一般马上联想到那个信旺爱 嗯 信就是信爱 嗯 旺是旺季 爱是爱情的爱 嗯 这样子 信就是讲说其实你不要想 就是你去约炮啊 你就知道怎么做爱 其实信也是需要学习的 嗯 对你要如何让自己舒服 让对方舒服 忘就是只忘记 他就说就是很多人是会谈恋爱 可是不知道怎么分手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打打杀杀的事情发生嘛 对 对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也听也想要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 就是你觉得一段感情是什么时候会结束 嗯 就是当你跟他分手之后 然后你最后忘记他的电话号码 忘记他 对忘记 电话号码 我根本很容易不记得啊 我知道我是说 我这个是一个比喻 就是当你忘记他很多 譬如说生日啊 或什么的时候 就完全把他放下了嘛 对 那呃就是 呃我 因为我没有很多的分手经验 只有一次嘛 你还记得前女友的生日吗 当然忘记啦 我只记得他的星座 对 但是 就是因为那个很短 所以其实你没有很深刻 所以其实就是哭过一个晚上 就可以完全好起来 哇塞 你真的很快 对 因为你没有很深刻啊 就是 你就只是一点点缅怀自己 好像觉得 就是跟你想想法很像 就是 啊我没有女朋友了 好可怜 这样子而已 对 因为不是那种深到就是 你已经生活一段时间好几年 嗯 然后你这样子的话 你要花比较久的时间走出来 比方说你经过那家 这个咖啡店你就会 对 想起触景伤情嘛 对对对 对 可是其实 呃我觉得真的就是 如果有人 我碰到有人失恋的话 我就会跟他讲说 嗯 那你就好好的哭一场 对 因为眼泪是用来干嘛 对 孙老师就这样讲 对 你就哭吧 眼泪拿来干嘛呢 你就是这个时候拿出来用的啊 对 然后就是 呃孙老师在信望爱的望 这个章节 其实他这个课程真的很短 就只有三章嘛 就是信望爱各一章 然后各个章节就只有 三个小节而已 这样子 大概全部只有44分钟而已 很快就可以看完 就是 我觉得调快速度啦 就是呃 也没有做什么笔记 就是很快速的 就像是在欣赏一个 就是一个人的 Ted的演讲那样子 嗯 然后他在讲到 就是一段感情 是什么时候会消失 这一段的时候 我很有感触 嗯 他主要在讲说 就是一段感情的 真实的结束啊 并不是因为 有一个人死掉 生命的消失 或者是一个人不爱了 他就走了 这样子 而是指一个人 他跟别人在一起之后 然后 他们彼此 是真的忘了彼此 嗯 这样才是 真正的感情的消失 比方说 就是呃 永恶人生的女主角啊 嗯 她 老公过世了 嗯 老公当然就是 生命的消失了嘛 可是这个女主角 她的心里面 一直有她的老公的存在 她的回忆 是一直延续着的 嗯 那这段感情 其实并没有消失 嗯 直到这个女主角 她也死了 然后 再也没有人 可以证明 这两个人 曾经在一起过 这段感情 才算是真正的消失 嗯 可是这样讲的话 不是会让 就是失恋的人 会更陷入很深吗 就是说 可是我就是忘不了 那这样代表 这感情没有消失 对 所以就是女主角 就给我这种感觉 就是 她虽然说 呃 老公已经过世 可是她不肯离开 那个生活的场域 嗯 然后被迫必须离开了 对 所以她才开始游牧人生嘛 对 可是她还是没有忘记 所以这段关系 这个感情 还是深深的 在她的心里面 嗯 然后我觉得是直到 她回到帝国镇 那个废墟 她去看了她 以前工作的地方 然后她去呃 看了她以前住的房子 嗯 那个已经空掉的房子 然后她好好的 环视了这个 一整个 她的生活 场域之后 她才终于就是决定 要开门 然后开车离开 这个地方嘛 嗯 我觉得那个时候 才是真正的 感情的结束 嗯 她终于愿意 展开新的旅途 她其实这部电影 一开始的时候 她就是在那个 类似像车库 这样的地方 就是一直在 好像若有所思 然后最后她拿起一件 那个牛仔 外套 嗯 然后深深的拥抱 然后之后就哭嘛 对 对 那一幕那时候 一开始我看不懂 是还在干嘛 对 原来是 我觉得应该就是在 要被迫离开 这个地方的时候 对 对 她跟她老公的 连结的这个地方 然后她后来 就是因为 认识了大卫嘛 然后后来大卫 她还是决定 就是安顿 就是她 不要再过游牧人了 她跟她的小孩 就是在 回到一个 她的小孩的住处 就是因为她有孙子了 嗯 然后她 因为她也蛮喜欢女主角 所以她想要邀请女主角一起住 就等于说是 有点像是 有点像表白 对 有点像表白 就是 希望她可以加入 就是安定的生活 对 可是女主角就是 因为我觉得她 她可能心情很复杂 第一个是 她可能 忘不了 自己的老公 她不能够这样子 就是好像 好像背叛老公的感觉 对 真的她没有讲名 可是有这样子的一层 然后另外一层就是 她还是喜欢 就是过 嗯 就是 很自在 很自由的生活 她 在那个房子 她睡不习惯 她后来 她有一幕就是 她离开那个房子 她去睡 那个车上 嗯哼 对 她就睡得着 这样子 嗯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 人很奇妙的想法嘛 就是 她的 像这个女主角 她的姐姐也 就是 因为她 就是女主角 她车抛锚 嗯 车有很多坏掉的地方 所以她就是去 跟她的姐姐借钱 对 对 然后呢 姐姐就说 就是 你回来吧 就是不要再这样流浪了 嗯 对 但是她就是拒绝嘛 她就是觉得 她想要过这样的生活 对 我觉得她的姐姐啊 虽然就是 呃 真的是 过得蛮优渥的生活 有一个房子啊 嗯 但是我觉得 她在劝她的妹妹 就是女主角 说啊 你不要再这样流浪 下去了的时候 我觉得她的眼神里面 还是透露着一点点 羡慕 对 嗯 就是 其实 也不错 因为她也是有一点 在感叹自己 好像 其实 虽然有一个自己 这么好像很 完美的一个人生设定 可是其实 她好像终究是 无法在心灵上 有自由的空间 对 其实我觉得 我自己看的时候 我会 我最后问自己说 我要过这样的生活吗 因为其实我 我的 当然我的太阳星座是巨蟹座嘛 对于巨蟹座的人来说 家是必要的 对 就是很难去用 就是把它当作是 当然她有家 她的家是录音车 可是我们是更需要一个 可以让自己 自意布置的一个空间 你可以布置你的录音车啊 对 可是我觉得还是不一样 就是我们还是很重视的是 就是安定的感觉 她很私密的空间的感觉 对 那 所以我觉得我做不到 可是我也有一些心在射手座 就是射手座是 比较自由不及的嘛 然后就是 说流浪就流浪的那种 那一张星座 对 所以其实我也是很喜欢旅行的 所以我的书柜 有很多都是旅游书 其实我 但是我比较重视的是 心灵上面的旅游 譬如说 不要再买了 我知道 可是我说 我很 因为其实射手座的人 不一定 不只是旅游 他也是很哲学的 他很喜欢追求哲学的 什么意思 就是 哲学就是 意思就是说 心灵上面的去 去探究灵魂很多东西 很多议题 因为你知道射手座 虽然我们还没有做到射手座 但是射手座它的 就是 那一个半人马 它就是一个智者 对 它是一个很 算是 不但是 它是狩猎高手 它很会射箭嘛 那它也是一个 像是很多人的心灵导师 这样的角色 所以也反映出 射手座的人 他们常常会探问一些问题 譬如说生命是什么 生命的意义啊 然后就是 为什么我们人是 就是他们会想很多 这样的东西 所以他们很喜欢 自己去旅行 就是 或者是自己去看电影 他很享受那种 一个人 然后去 去面对自己 孤寂的灵魂 这样子的人 对 那我有一些心 我有一些心是在射手 就是比较是后面的心 比如说什么天王心 海王心这样子的 对 所以我其实我有 心里有一块是 我很讲求就是 一直去 涉猎 相关的议题 比如说生命 存在主义 或者是什么 就是旅行啊 然后这样子的议题 可是这样子的人是 我要做这件事情 我是必须要在一个 安定的时候 我才 我安定下来之后 我再去追寻的 我不是说是 一边追寻一边是 就是住在那个露营车上面 不是飘灵的状态 你要以安稳为前提 才有办法思考自由是什么 对 可是 我当我看到这个女主角 这样子 就是譬如说 她可以叫全身赤裸的 泡在水里面 然后或者是 就是到一个树林 去听大自然的声音啊 或者是站在一个高点 可以看到最美的风景 当我看到她 有时候这样子的 就是动作的时候 我会觉得 心里面其实是 我也有这样的羡慕 对 会觉得 好像 起码是 其实我不会过这样的生活 可是起码我希望 我的人生中 有一段时间是可以 这么的无拘无束的 对 就是 譬如说去撞游啊 或者是 我觉得 这个是在我 人生清单里面的 就是 她是一个 可以在那一段时间 好好的去看看这个世界 对 对 可是 她不会是 永远的 就是 她不会是 永远就是这样子 飘泊的 我希望还是 我的旅途还是可以回家 对 对 对 所以这部电影 其实会让你思考很多事 包括 家是什么 家人是什么 工作是什么 钱是什么 私有财是什么 对 这些议题 就是可以在你看的时候 每个人的答案会不一样 对 对 真的 就是在看的时候 当然一开始会觉得好浪漫 好自由 好棒 可是马上觉得说 好辛苦 好可怜 好不安定 可是后来又会觉得说 其实这就是一种 人本来就是孤独而来 孤独而走 对 而且 我觉得他们反而是比一些 就是那种大老板啊 可是他们住在千万豪宅 可是他们在家里面就是 孤独的死去 然后很久才有人发现 还要幸运的 因为他们 他们彼此的噪音的关系 就是让 有一个人死了 像那个电影中 你说游牧人 对游牧人 他最后有一个就是 死亡期 他死了之后 但他就是 就是一起围 坐在火旁边 然后就是丢石头 纪念他嘛 对 面怀他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如果有个人 他死的时候 有这么多人去缅怀 然后 而且是 这么多人去做 像仪式一样的去纪念他 然后分享对他的感情 我觉得这个人 真的一生就足够了 对 对 因为他们真的是 看似孤独的 不是 但是他们一点都不孤独 对 对啊 就是 有人记住着他 就是一个 最好的人生完结方式吧 是 对 真的是这样 哎 我插个话哦 就是换个话题 因为我刚刚一直 耿耿于怀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 女主角的盘子 被别人摔破啊 然后他用三秒叫 连回去 然后我就一直很想要 就是找个机会讲 连回去 因为我最近被那个 鼠鼠 凤梨鼠鼠演 影响到了 对 因为他就在讲说 懂吗 对 他就说 但是我们那个 三连哦 什么之类的 他讲三连啦 然后他就讲三连 这样 然后就是他会讲 他学的一些要准备的 就是懂吗 真的太好笑了 最近就是 我的心头号是他 这样子 因为听他讲台语 我觉得很舒畅 我很羡慕 可以把台语讲成 很流畅的人啦 所以我最近很想去看 当男人恋爱时 哦 对啊 对 那个卖很好啊 对啊 都破三亿了 到底是多会谈恋爱 对啊 可是我最 我下一部想要看的就是 父亲 对啊 因为我很喜欢 安东尼霍普金斯 嗯哼 他是我非常喜欢的演员 从他以前演的什么 像那个 第六感生死缘啊 还有什么 长日将近 我都很喜欢他的演技 他演技就是很英国绅士的那种 嗯哼 就是 非常的 你就会觉得他是一个智者 但是他其实有时候 他脾气来的时候 那个硬的那种态度 就是很有那个霸气的态度 也是会让人振折 嗯哼 对 可是他最有名的应该就是 沉默的羔羊啦 哦 对 就是杀人魔 我都没看过耶 好 我真的觉得 其实我之后 我想跟你一起看 那个第六感生死缘 我觉得这部片真的 也是会让你思考 人生是什么 嗯 然后还有爱情是什么 嗯 就是一部很深刻 我很推荐的电影 好 那我说父亲啊 他是在讲 就是 失智症嘛 嗯 可是其实 那个 这样子的议题 真的很不行 就是很多 电影都在探讨 对啊 譬如说像 我们之前有看过的 像明日的记忆 对 还有 我想念我自己 对 对 可是我觉得这部片 真的非常的不一样 嗯 因为我觉得他是 我觉得父亲的失智 跟母亲的失智 感觉是不一样的 怎样不一样 我觉得父亲 会更有那种 因为父亲 一直会有一种 在子女前面 有一种 很有尊严的感觉 很坚毅的形象 对 可是他 他怎么样去面对 就是自己 已经 这样子的状态 我觉得我非常想看 然后那个女主角 也是非常会演 对 那你刚才不是有讲到说 感情的结束 是忘记彼此吗 对 那我就忽然想到 不免想到 如果两个人都失智的话 就是养夫妻 他们都失智的话 那这样难道是感情的 蛮幸福的耶 感情的终结吗 就是别人来看 当然就是 这样子啊 可是他们 他们的内心深处 是如何 没有人知道啊 对啊 所以 我就觉得 因为其实我们家族 是有这样子的基因的 就是我阿嬷就是 失智 十年 十年以上这样子 对 所以我有时候 我常常在想说 嗯 就是 我现在 录这些节目啦 我觉得 真的是为了有一天 我真的 会记不得的时候 哎 其实真的是耶 对啊 对啊 真的 然后我觉得 其实失智的人 有一个幸福的地方 像我阿嬷 因为我阿公先过世嘛 然后我阿嬷 我阿嬷就是 面对我阿公过世的时候 他没有很难过 因为他就是常常就 譬如说 知道我们在 有在办上司 他就说 这里为什么在办上司 这样 他知道上司这些东西 但是他 他可能就是 他不知道那是他 对 他老公的上司 上司 对 所以他 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 比较不会那么难过啊 不会陷在难过里面 哎是耶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就是 如果是我 你看我现在每天 录这个节目嘛 然后我每天都忘记 昨天的事情 或忘记很近的事情 然后我每天都可以 像是好像全新的态度 在听我以前的节目 就是哦 原来我以前是这样 因为这男的 还蛮好笑的 你知道吗 然后每天 可能每天都听同一集 就说哦 哦原来这 以前有看过这部电影 对 哎 好像以前有看过这部电影 哎对 哎 这男的老婆 怎么笑声 还蛮好笑的呢 这样 对啊 我就觉得 就是 狮子在这个主题是 很值得 大家一做再做 哎我真的很喜欢 我们现在节目的 这种记录的形态 就是 会有一个很明确的主题 然后讲一集节目 可是其实我们还是会 放一些我们的 就是生活的细节在里面嘛 嗯 真的很像是在写日记这样 因为就是像我们在做 那个日文的单元啊 就是我会 就是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会先写在一张 那个什么A4的纸上面 然后讲一下所有的剧情啊 然后我在什么地方 安插什么日文单字跟文法嘛 你下次应该要把它拍下来 给听众看你有多认真 哈哈 没有你真的 你就是拍几页就好了 让大家知道 哇我们这个 这个节目有多 做制作的多用 因为我之前就是在 早期在录音的时候 我是完全没有这种 完全没有这种书面的笔记的 嗯 我就是全部都用 word的形式嘛 就是电脑开着 就可以直接录这样 可是手写还是比较及时 对 手写比较能够一目了然 就在同一张纸上 因为就是我找到资料很多 可能就是没有空 在那边移来移去 那个整个档案很大很长 这样子 后来我就发现 还是用手写的比较好这样 嗯 然后那些纸啊 其实我在录完之后 我就直接丢了 所以你说要看什么的 我就是可能要找一下 我就直接把它放到回收区 没有 你发现下次做完一部电影 你就先把它拍下来 就每做一部拍一部 然后到时候你 可能在年度回顾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一次秀出来 哦对对对 就是集结在一起 对 对 像我觉得你这种形式 跟我们以前电影系的学习很类似 因为我们以前电影系 很多在就是小剧场看电影嘛 就是小剧场就是 我们系上面有一个 就是电影放音的教室 嗯 然后它就是有点像是小剧院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是在看的时候 我们都要就是在黑暗中做笔记 因为我们不是只是 你不要以为是很开心的看 我们其实是很紧张的 因为我们看完一段 老师灯亮的时候 老师就一个一个点 就是说 他用了什么样的镜位 什么手法什么的 所以我们都要很 在黑暗中一直拼命的做笔记 那看不清楚怎么写啊 我们就是没有看着笔 我们就是一 就是手这样动 就是盲操这样子 对就是眼睛一直盯着萤幕 因为我们不能露出掉任何画面 但是我们的手一直动 然后但是打开那个剧院的灯之后 你就会看到我们很潦草的字嘛 对然后我那些笔记啊什么的 我都留着 对在那个时候我都留着 然后我其实我在回忆一部电影的时候 我就会一直去 去想 就是诶我写了什么东西 然后有时候我会就是 有时候你这个感觉很像是 意识流的在记录嘛 但有时候你也会记一些 你自己的真实的想法 就是有点像是 你就会想说 这个人怎么那么好 想要擦低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的生活啊 就是很像是 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记录很重要 对 就是有点像是 你会觉得很漫谈式的记录 或者是每天写日记啊 或什么好像 它很没有必要 但其实它真的都是 你未来回忆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说 哦 你真实的想法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 你说你打握的 其实是一种就是 整理过的思绪嘛 对 可是当你在手写的时候 其实你是最真诚的 是 因为那个是很及时 而且你看到一个电影 你没有去包装自己的想法 你就是直接 直接写出来的时候 是很真实的你自己 是啊是啊 我觉得我们录音也是这样子 对 对 比起拍影片啊 后制的很精致的东西 我觉得录音是很 譬如说某些迟疑什么的 其实都是很真诚的 对啊 好不过就是你听我的音乐 然后手机响啊什么的 也是很真诚 对 可是我刚才还没有讲完 就是那些纸啊 其实我录完节目之后 我就把它放到回收区 我就会拿来店便当这样子 嗯 然后就是 也许可能会有人觉得说 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很可惜耶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节目 已经有很好的方式 保存下来了 对 所以我觉得 我那些纸我可以舍弃 没有关系 没错 对啊 所以我觉得没有OK的 对对 好啊 嗯 好什么 没有说 我觉得就是 因为这个节目 我看了很多好电影 真的 这一件事我觉得很幸 很幸福 真的 就是那一天我 就是听完那个 李木架的谎言 我真的还蛮喜欢那一集的 然后前几次的那个什么 那个送行者 我也听了三次吧 就自己真的很喜欢 就是喜欢我的分享 喜欢你的回应 也喜欢你的制作 嗯 然后我就真的觉得说 可以因为这个节目 看了这么多好的电影 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某一天早上 我就是忍不住 紧紧的抱住你 嗯 我真的很谢谢你 就是一个无心插流 说 诶你一定要做这个节目 这样子的单元的时候 我其实一开始还有一点 哈 我不要 我不行 我这怎么可以 我怎么有资格什么的 真的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然后你就跟我说 其实你也要感谢我 对啊 因为当时就是我说 诶我们来录Podcast好不好 对 我就把这笔电打开 就开始就是录了我们的零零零集嘛 嗯 实在是太真实的一个回忆了 就是很真实的一个表露 就是我们夫妻就是这样聊天的 嗯 然后当然就是品质慢慢变好嘛 嗯 我觉得这整个这样子的 就是怎么讲累积 我觉得是很感人的 谢谢 对我觉得就 那个感觉很像就是 我们回到游牧人生 很像是你跟我说 上路吧 路上见 真的有时候就是你上路不上路 就是一瞬间的决定 就是决定 想要过这样的生活 那就过吧 因为人生很短暂 对 我觉得就是 这些游牧人 他们就是真的掌握了一个想法 就是 他们虽然看似被逼迫的 被逼迫过这样的生活嘛 对 可是我觉得他们 是很有勇气 面对自己 是 真的 我觉得实在是太了不起了 对 就是宁可拖着病体 或者是开这个破烂的车子 可能搞不好 他的修理的费用都比餐值还要高了 可是他们宁可持续这样 嗯 他们也许是有点 不甘于如此 可是还是这样做了 甚至 也有可能会是说 他真的不想再过原本的生活了 他觉得现在的人际的互动 还比以前更真实 我觉得 对 那就是一种人生选择 而且他们不想要被 再被访在这个家所绑住了 对 其实我很佩服导演 他可以 选这样子的议题 就是 他不是选择这个议题 是因为女主角 他去选了这个议题 然后买下了这个原著的 这个报道文学的书 然后再去找导演 找导演 对 那我觉得导演他愿意承接这个重任 就是把这部片 把这个族群拍的 其实他并没有用很批判的角度 或者是同情的眼光 去看待这一群人 对 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做法 他可以像是纪录片的方式 很直观的 就是观察这些人 可是并没有给予一些评价说 你这样好可怜 好辛苦哦 怎么可以这样 就是这是一个 很不同于常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他就是很平淡的表达出 就是有这样的生活 可是你要如何去评断 就是观众自己去决定的 我觉得他也可以对照 就是人类历史上几个 很重要的迁徙的民族 对 像客家人嘛 客家人就是迁徙的民族 然后还有犹太人 还有吉普赛人 这几个民族都是有一个智慧 就是他们是移动的 哪里有机会就到哪里 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们其实心里面是 非常非常的传统的 就是你看客家人的传统 非常非常的重视教育啊 重视小孩的就是教育这样子 很重视写字 写书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像犹太人也是 他们非常非常的就是传统 就是会过得像 灾界啊什么 这些就是犹太教的一些传统 吉普赛也是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你要怎么样在流浪的过程中 一直保有自己 就是这个民族性的 很顽强的特质 其实就是 你要每天的去做一个 很传统的 而且是很 就是你要每天问自己是谁 就是你不能忘本啊 我觉得人是不能忘本的 因为你这样子才可以 把你的精神传下去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犹太人虽然说他们 在好久以前他们都 一直都没有自己的家园 被迫害 对到处流浪 但是他们还是这么顽强 而且甚至是这么的容易 就是他们犹太人就是非常有钱嘛 你知道吗 就是 又聪明 对 就是他们找机会 他们找 他们有一句话是说 呃当 就是你要 逃难的时候 你要带什么 有些人是带钱 他们是宁愿不带钱 他们带书 意思 其实不是 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实体的书 而是说你要带智慧 的意思 那个是一种比喻 对 你要带着智慧 是 对 那我觉得这群游牧人 他们虽然说被迫离开了家 但是他们带着的是他们的 呃生存的本能啊 对 还有就是他们的家族的回忆 对 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 虽然说你看起来他们是 很 非传统的 但是他们其实非常的传统 是 对 而且这个传统才可以让他们 在各个地方都可以 好像是自己是 好像那个家永远是摆在心中的 是真的 对 非常推荐这部片 嗯 目前还在热映中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好 对 好 也非常谢谢你跟我聊这一集 嗯 OK 好 那就我们礼拜三再见咯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